就算风里乱里索 满身尖湿血汗 护法执翻路墙 斗志更高更向 寒净低深阳光 船尘对翻载天上 不退让 中心动力地上 全对挑战全对伤 尚心不减可望 护法执法逼迫 全香港伤 客网 当兵堤深入我 无望全家众 我的脚 做多真好看 来香港 是我家 大家好 欢迎收看警星360 今个星期重点想跟大家介绍香港警察第九个社交媒体平台 抖音官方账号 已经在11月19日正式登场 我们的首条短片 由警务处处长萧sir带领各个部队登场 短片播出后 头24个小时的短片播放量已经超过7300万次 点赞量录得超过270万次 而单日的账份量也接近200万 反应非常热烈 新平台希望加强和香港市民在内地居住的港人和其他地区民众接触 以创意短视频的方式 将防片 灭罪和其他资讯推送给大家 展现警队正面形象 是不是很想看呢 欢迎大家透过超年杰和二维码去浏览 关注和分享香港警察抖音官方账号 接着下来有警惕剧场 防片刑警和案件呼吁 我们陪着大家一起看下 分手了 喂 怎么样啊 你 没事 我没事了 你看看你 你什么都放在头上 怎么骗到人啊 给点信心自己 你个人就胜在够老实 老实点 向人家伙伴心迹咯 道个歉 真诚地向人家伙伴心迹咯 那之后什么事都没有了 伙伴心迹咯 好 老实点 道歉 伙伴心迹 虽然我没错 但是 sorry sorry 有两个R的 先写好英文吧 sorry 喂 不行啊 我听他说了 老实地副白了心迹和他导演 现在我还说英文差 还帮我 喂 那 教过你 另一招啦 找些他喜欢的东西看他咯 他喜欢什么呀 不是我咯 那 除了你咯 狗仔 那行了 我有办法 转后三条铃鼻啦 举家疑闻 免费送给爱狗的人 这么有趣的狗都不要的 多谢你这么好心收下波波 波波已经是你的了 不过呢 波波换主日 需要换晶片 打防疫针 买保险这些呢 就需要乘先生你自己负责 近期有多宗骗案 骗头假发弃羊寵物 星星可以免费转让 但是随即就叫市主 去开户口 问他拿额外的附加费用 而去到最后 骗头就会跟市主说 宠物已经不幸离世 那当然啦 给了他钱就拿不回啦 哇 那些人这么坏啊 什么你又变到我的 见到啊 如果你有梨画的话 可以下载警方的防疫视剥APP 在上面输入双方平台的账户资讯 那就可以出到诈骗风险 其实都很方便的 哇 真是爱人啊 诗主先生啊 你是不是还有其他疑问啊 有啊 其实呢 Madam 你在哪里走出来啊 为什么都像无处不在那样呢 骗头就真是无处不在啦 分分钟 潜伏在你身边 你都不知道啊 不如我在London 飞回来找你啊 大家见过面 好不好啊 钟乐山 我认识的啊 那你跟我来啦 好 Tiner Sir 听说你们推出了新东西 是啊 警方防骗伺服器资料库 已经和转数块平台对接 推出了可疑识别代号警示 市民在本地主要银行和电纸钱包 透过转数块平台进行本地转奖的时候 如果输入的转数块识别代码 包括电话号码 电邮地址 以及转数块识别码和诈骗举报有关 并且是警方的防骗伺服器 标签为红色 高危有福 市民就会在交易的版面收到高危警示 提升他们有关的转账 存在高度诈骗风险 如果在转数的时候 看到防骗警示 应该立刻停止过数 以免受骗 就算没有警示 只是代表还未有人就这个收款账户作出举报 不代表一定安全的 所以市民在转数前 无时无刻都要留意诈骗风险 总之 转数前要省点 以下下来有一宗致命交通意外 想和大家作出呼吁 意外发生在2023年10月26日 上午10点52分 发生的位置在大嶼山北竹高湾公路 跟神企都回旋处 一名71岁男子驾驶的士员竹高湾公路 往神企都回旋处方向行驶 当驶至上指时收制不及 装向前方一架的士 事故引致该名71岁的士司机身体多处严重受伤 昏迷被送往医院治理 与同日下午被证实死亡 前方另一名49岁的士司机和3名乘客身体受伤 清醒被送往医院治理 警方呼吁 如果有市民曾经目睹或车cam拍到上述交通意外发生 请职联络新界南总区交通意外特别调查队第一队 电话是3661-1300-3661-1300